能很好的把这个295的胎能发挥的零零精致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它开起来的感觉居然会有保时节的感觉 你受得了吗 接下来就说一下我几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那么第一个就还是这个刹车 那么现在因为我是一个街皮 所以说它并不能带来一个这么好的制动力 就它完全没有发挥出它9440的极限 所以说它的极限应该还有一些雨量 我到时应该会换一些禁忌的刹车皮来改善一下 然后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我之前就是有装过一套比较便宜的刹车 就是我把这里之前207cc它那个卡层拆下来 然后我改个桥位 改个桥位之后我就把它装到车上去了 但是后面发现就是它那个桥位之间有个螺丝 然后它插它这个鲍鱼上面的时候它有一些矿量 然后当我在踩的比较近的时候 就踩了它比较热的时候 它会就是有移动你知道吗 就是踩了叉叉它移动 然后你去跟翻山盘